一 二 三 在镜头前看到他们 在屏幕前看到他们的人 都会觉得眼前一亮 很快 他们将登上耀眼的舞台 向全国观众推荐他们 最喜欢的一本课外书 谁的推荐最能让你心动 谁又将登上总决赛的舞台 我们就是 博物体验课 加油 这一季 我们在全国三十四个省市自治区 寻找最爱读书的中国少年 现在他们中的四十九位脱颜而出 来到中央电视台 站到了我们面前 他们中的谁 最终能问鼎年度总冠军 成为新的新少年阅读偶像 世界在课外 我们共精彩 阅读是发生内心的快乐源泉 快乐阅读 我们分享 少年是铁树是钢 读书少年是特别的钢 用阅读 震撼你的视听 七彩诚心 快乐 从他们身上 能深深地感受到 乐图的力量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 七位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每人带领七位读书少年 通过团队活动和现场演讲 共同相处完成任务 投票选出一人 代表这个团队 冲击我的一本课外书 年度总冠军 我的一本课外书 我们党家里 浩天如果说是一本书的话 书名就叫做 实相全能 是这样练成的 无所不能 无所不会 上得厅堂可飞阴藏茂 下得厨房可山风水患 有创业 然后敢于去行动 他能想到EBOX和快板 连接在一起的 这个新兴人类 才能讲出来的妙子 你们打VIO 我说Rocky 大哥打快板 然后我在那边跳街舞 就缓缓地站起来 我要就能感觉 王浩天他个人 非常非常的活泼开朗 确实有点像一个活宝 完美 整个巴克比赛中 我觉得我对王浩天那一本 因为他在后面拉着 他就直接把绳子就这样缠在背上 然后转过身 硬硬地往前跑 你对绳子背在背上 手拉拉就够 他还背在背上 然后整个背后 你们勒的全部都是印子 为了团队的荣耀 我付出一点 是应该的 他就是暖男 5.0 当清代中叶 最富盛名 最有影响的诗人 同时也是著名的散文家 文学评论家的袁梅 转身隐居南京小苍山后 他一手提笔 一手掌勺 以随缘私房菜 征服了无数人的胃 同时 也给他风姿彻跃的人声 增添了一道香气四溢的标签 美食家 他现在这个开头 比以前那个开头要好 那就让我们赶紧拿起 这本随缘史单 看看中华饮食文化 知虚 知见 知美吧 当我读完了这本书 我仿佛来到了 清代的厨房 看 一位厨师将嫩皮豆腐 斩至粉碎 加入香菇屑 蘑菇屑 鸡屑 火腿屑 通路浓鸡汤之中 潮滚起锅 沉入大碗 香气不皮 令人食指大动 这本书 讲的不仅是舌尖上的清潮 更是一种美食精神 一种君子之道 一物有一物之味 不可昏而同之 告诉我们要充分彰显自己的个性 酱 有轻浓之分 油 有昏素之别 告诉我们要注重细节 追求卓越 透过墨香 品味美食的酸甜苦辣 以我来说 是一种最大的快乐 不是所有的菜单 都叫随缘食单 它也不仅仅是食单 更是我成长道路上 最好吃的一本 启示录 谢谢大家 好 小哥看得漂亮 一定是我们这里面最拼的嘛 就是啊 天天改 今天第二阵演讲 出来准备采访的路上 我看到浩天的那个眼泪啊 决定一样 稿件的不熟悉 变动特别大 导致她心里没有底 所以今天她的发挥 受到了特别大的影响 浩费多年才完成的菜单 我就静静地在那陪她 哭了二十分钟 我觉得我是不得急了 第一次试讲之后 给他们稿件提的意见比较多 孩子们想在短时间之内 有所提高 我特别想把我自己所知道的 我会的 我看到的 我意识到的 全部通通地告诉他们 然后让他们在身上 蹦发出光芒 我都觉得我 太过于严苛了 以至于我都觉得 我不太好意思面对他们 我特别心疼 可能这几天相处 确实有点 像一家人一样 就开始不忍心了 王浩天 她是特别努力地在那里 改稿子 昨天晚上 我清楚地记得 她是十一点十五的时候 跑到我们这边来说 你帮我看看我的稿子 我还有没有什么能改的 能删的 她懂得什么叫努力 我在她身上看到了一种态度 浩天 刚才有一句话说得特别的好 说圆梅 一手提笔 一手掌勺 这是我看到的 最有画面感的 一位最有油烟味的文学家 诗人 评论家 谢谢你带给我们这么好的一本书 浩天 我特别好奇 为什么会喜欢 一本食谱 菜谱 其实呢 我喜欢这个菜谱 有三点 第一点呢 我就是觉得 这个菜谱里面 在开篇就有很多的饮食的规矩 吃还要什么规矩 比如说第一章 她就写了 须知单 就是说我们饮食中 应该注重的一些细节 从这个选材到配料 从刀工到火候 无不包含 然后第二章呢 她就讲了戒单 什么叫戒单呢 就是叫饮食过程中 尽量要避免的一些事项 比如说 戒耳餐啊 戒牧食啊 戒纵酒啊 这些都是一些饮食中的不好的习惯 我们应该改正 哇 太厉害了 你对这本书这么了解啊 连里边的须知和须戒 你都记得这么清楚 那菜你记得清楚吗 当然清楚了 这菜谱里说了多少个菜 这是介绍了362种美食 你看这么多美食 这样吧 我们现场烤一烤浩天吧 这个听着名字特别都有文化 叫杨公园 杨公园呢 它其实就是一种古法美食 书中的方法是这么写的 杨明府做肉圆 大如茶碗 鲜逆绝伦 然后汤油鲜结 入口如酥 大概去精续节 斩制几细 肥瘦各半 用鲜合云 一字不差 文静姐 我其实觉得你抽这菜单特别好 我正想说说这养工员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呢 现代人 他就是比较注重健康 他就是 大部分时候都是吃瘦肉 我觉得其实古代人 在这一方面 我觉得做得特别好 他为了增加这个肉圆 这种滑爽细腻的口感 给里面按照一定的比例 添加了一些肥肉 我觉得吃一些肥肉呢 虽然不是特别有意 身体健康 可能容易发胖 但是我觉得 作为一道美食来说 加入一些肥肉 是挺好的一个选择 听你这么一说吧 我倒是挺想试一试的 那你还看过什么样的美食书 是不是只有随缘时单 给了你这样的敏感激发 给了你这样的兴趣爱好 随缘时单是一本 古人写的饮食书 当然我也看过一些 现代的饮食书 比如说这个 五色营养啊 菜兰随笔 还有我最最喜欢 让我最最沉醉其中的 舌尖上的中国 舌尖上的中国特别的有名啊 尤其是有一段时间 舌尖体 对 风靡天下 你能用舌尖体 给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 介绍一道菜吗 可以 舌尖体呢 它其实就是赋予食物以生命 赋予吃货以情感 那你最有情感 最七块 那我今天就尝试着给大家来说一道 我随缘时单里面比较喜欢吃的一道家常菜 炒鸡片 炒鸡片 好 来 我们期待 鸡脯肉拍松 将其斩为宝片 芡粉 麻油 酱油的完美结合 再拌以柔华的蛋清 鸡肉以调味品的完美结合 使它融合生化 在锅中爆炒葱花 深姜后 加入鸡肉 使用油进行短暂而又热烈的相逢后 以金黄的姿态出狱 力尽残油 在盘中汇聚 这一道最最普通的炒鸡片 是对那些在观赏上 施变了山珍海味的达官贵人 最好的馈赠 谢谢大家 说得特别的好 一下呢 勾起了我舌尖上 无限的向往 还有我特别发现 虽然石单里面 其实它讲的不仅仅是美食 它还有人生的哲理 老子说过 炙大果肉烹小鲜 其实虽然石单里面 也有折射出这样的人生哲理 比如 比如说 袁梅曾经说过 就是最低廉 最便宜的豆芽 竟然可以和最稀有 最昂贵的燕窝搭配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所谓英雄不问出路 他虽然出身 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他通过自己 后天的努力 竟然可以搭配上燕窝 这说明 只要通过后天的努力 其实是可以使自己 变得更加优秀的 那我听你讲的 天花烂坠的 我做饭做得少 你别骗我 你会做吗 我会做 我还真会做 我现场来做一道 您就服了 真的 北京最近40度的高温 就是想给大家 做一道特别爽口的凉菜 它的名字叫凉白斧丝 凉白斧丝 那叫做菜 我要吃豆腐蛋 天啊 不要这样 我们说做就做 好 那我们首先先把它用热水 串一下 北方有的地方叫超一下 嗯对 好了 现在基本上可以了 OK 现在我们开始 一道一道的放我们的调味料 嗯 首先可以放我们的生抽 哦 他还真的有经验 你看他倒酱油是这种方法 一点一点 鲜麻油 盐 上虾酱了 这是他的秘密武器 这是我们这道菜里面的精华 香菜 颜色一下就漂亮了 紫甘蓝 泡死 吃锅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西餐 为什么是西餐呢 膝盖跪地 好 我先尝一点 味道不错 可以 相当可以 你自己很满意 嗯 要不你尝尝 我要不要等五分钟以后 看你没事 我的 我 我 我 一入口我感觉到麻油的味道 特别香 特别香 很鲜 这个紫甘蓝和这个绿色的香菜 在里面一搭配 色 香味 所以我认为这道菜 浩天做得非常的成功 现场观众肯定是不够分了 我们跟谁分享一下呢 跟我 我们 我们 可以和我们第二线上的小伙伴们分享分享 哦 跟我们红队的 你的六位小伙伴 好 好 谢谢浩天 嗯 不用心 再见 再见 好可爱啊 雷希哲呢 他的形象首先非常可爱 你会非常大喝水 最吸引大家注意力的 或者最吸引我注意力的吧 就是那个精灵 就是希哲 雷希哲是年龄最小的吧 可是他表现得很成熟 他跟每一个人谈心 跟给每一个人讲道理 先把手盒子 先把手盒子让开 特别有智慧的那种 感觉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智慧的光彩 但是难道我们故意再留一点力 直到最后呢 面对这么有点危险的项目 他没有畏惧 反而是勇往直前 没有退缩 我发现雷希哲 雷希哲她的适应力非常的强 我记得她几天前 还是那种看到虫子就要尖叫的 今天她居然主动来 就是说来找我 我发现了一个虫子 你过来看看 大家好 一位忙碌人士 一位哈佛高材生 一位社会活动家 慈善家 教育家 二十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像之一 她就是海伦凯勒 假如给我三千光明 是海伦的代表作 也是对她自己一生的真实描述 我们会很好奇 究竟是什么成就了海伦 答案是家庭教师沙利文 在海伦六岁那年 沙利文老师来到了她的身边 一直陪伴着她 充当了她的眼睛与耳朵 沙利文老师就有着超凡的爱心和耐心 记得有一次她叫海伦水这个单词 但海伦却把水杯和水搞坏了 老师见状 只好重新带她练习娃娃 但海伦却不耐烦 抓起娃娃狠狠地摔在地上 沙利文老师不动声色 过了一会儿 牵着海伦的手出去散步 来到水井旁 把她的手放到喷水口下 一股清扬的沉水 从她的手心缓缓流过 老师又在她的手心里 反复写了几次水这个单词 那一刻海伦恍然大悟 原来水就是这股 从自己的手心里流过的 清凉的液体啊 就这样水唤醒了海伦的求知欲 学习让她觉得 整个世界都是那么的神奇与美妙 海伦是一个奇迹 沙利文老师则是奇迹的创造者 能成为这样一位 既平凡又伟大的老师 就是我现在的梦想 谢谢大家 有没有觉得希希也很棒 我觉得希希太棒了 文静姐 笑别的可爱 希希你棒极了 谢谢文静姐 希希 千灵百利 她给我的感觉就像是 芝麻开门了 我见到了一个宝藏 从风采的角度来讲 从语言的角度来讲 她丝毫不逊于任何一个身边的大孩子 无疑她付出了常人难以精受的努力 雷希哲 她是我们队最小的一个超越了自我 讲的是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首先选择还非常的深刻 在第一次演讲之后 因为稿件的内容 我跟她进行了一些磨合和商量 所以她等于是完全推导重构了 那个推导重建对于孩子来讲 那么短的时间之内 既要把稿子成形 而且还要以演讲的形式完美的展现出来 是非常之难的 尤其对于一个还不到十岁的小姑娘 其实 琪琪这本书啊 很多人看的时候 都是奔着海伦去看的 对 因为她在二十世纪是最有影响的一位女士 对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 然后就去想看一下海伦她到底有什么样的成就 然后怎么交出来的这种 可是为什么反而看完这本书以后 你会把注意力放在沙利文老师身上呢 因为我刚刚在演讲中说到 沙利文老师是海伦的成就者 是创造者 其实我认为 如果只靠海伦这样自己生活下去 可能他父母会给他提供衣食无忧的 就是那个未来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他能做得这么伟大 就是因为沙利文老师 他教导了海伦 这个教导是海伦 严格地对自己的要求 然后能充满着自信 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然后他就会一直走下去 直到他成为二十世纪十大英雄偶像之一 哦 那你谈一谈 在你心中 你希望的爱 你认为的爱应该是什么样 就很灿烂的微笑 然后呢就这样了一下 其实至少是让我感觉是精神百倍 你好懂我 我这么小的时候跟他比差远了 你跟他能比啊 能比啊 哦对在你心中确实没法比 哦是啊 欣欣欣 unseen我知道你在我们组里有一个外号叫倒是小哲人 � That's awesome 语言很有哲理 这倒是 你说我们组最小的 对啊 他们怎么会叫你小哲人 可能是因为 椰子有一个人 Ki-ą 有一个有个为你 一鸣惊人的讲出些大道理的感觉 一鸣惊人讲大道理 你讲一讲 比如说你讲讲你身边 在我们组里面印象最深的一个小伙伴 印象最深的一个小伙伴 我觉得是汪浩天 汪浩天 哇 哇 哇 漂亮 为什么 我比较喜欢他 也就是说是欣赏他 欣赏汪浩天 我觉得他很勤奋 汪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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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叫我了 就比如说我们在四天的拓展里面 大家一有空就停下来 来刷屏 玩手机什么的 之后他在勤奋地改稿子 然后深夜都十一点多了 他还跑到我们女生房间里 找李浩浩要改稿子 所以说这种追求完美的态度 和自己要求努力上进的精神 我想在座的每一个 各位都是可以赞同的 对吧 但是问题是 他有一个缺点 就是 虽然你们可能说追求完美是好的 对吧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 其实完美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 有时候你偶尔放慢一下脚步 休息一下 可能就是为了明天或者下一刻 迈出一大步 好有哲理 怪不得叫小哲人 我都打算放慢一下脚步 让自己好好的享受一下身边的小伙伴 享受一下我们面前这些热情可爱的观众 西哲 如果说谈到理想 因为我刚才听到你在演讲稿里说 你希望做一个老师是吧 对 你想做一个什么老师 我想做一个去外国 叫中文的一个老师 在国外教汉语 对 教汉语 就发扬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那好吧 现在我就是一个外国的小孩 我要上上课的老师好 你要教我什么呢 你喜欢听故事吗 好喜欢 那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好 我们先假设一下 我手里有一盘梨 然后这梨有大有小 你选哪一个呀 孔容让梨 有点意思 那我就选大的吧 最大的是不是 那你知道吗 以前有个人啊 就在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个人 他选了最小的 你想听听这是为什么吗 好想听听为什么 他傻吗 那当然不是的 让我来慢慢讲给你听 从前有一个人 他叫孔容 那孔容呢 他就是一个特别贵气的孩子 很有羞扬 那天他的爸爸断了一盘梨 就叫他们选 孔容毫不犹豫就挑了一个最小的 爸爸就问他 你怎么不吃大的呀 怎么特别吃小的呢 孔容就很谦虚的回答 因为哥哥姐姐们比我大 所以大梨应当让给他们吃 爸爸又反问了 那弟弟比你小啊 你怎么不把小梨给他吃呢 他就说 因为面对弟弟来说 我就是一个哥哥 所以我应该谦让他 那我就应该把大梨给他吃 然后大家听了 都参赞孔容是一个好孩子 那你又没有这么想啊 老师 我错了 我要还你个小梨 这要有一个讲故事讲得这么好的老师 谁不愿意听啊 对不对 最后 你可不可以评价一下我们 我觉得文艺 你一看 一见到你 我就觉得 你长得很漂亮 然后呢 也很温和 就比较平易近人 然后就是 很会表达对我们的光啊 虽然有的时候不是语言上的 是肢体上的 但是我觉得你有点马虎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天 我忘了站起来 因为那天我听到谢导说 你上次在咕咕网上 要给每个人喷那个 就是趋纹 趋纹的那个 然后呢 你就问 问谢导 指的那个不远处的石盘 那个石盘能放动机吗 谢导说 好像可以吧 然后你就随手一门 你那个手机扔进去了 谢导就大惊失色 哎呀 你能运气什么东西啊 傻傻地回答 手机啊 谢导 赶快跑过去 把你个手机捞起来 幸会还能用 因为里面都是水 想象一下 这个可怜的手机 泡到水里 是哪样的感受啊 我诚恳地 向我的手机道了歉 我没有充分考虑到 它的感受 对不起 我不是你的手机 我其实是把手机 当成了空矿泉水瓶子 所以才扔到了 那个垃圾盆里 好吧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我在第一天 见到西西的时候 我在描述他们七个人 在我眼中的样子的时候 我说西西这样形容 我说她 就是一个小精灵 给我个关键词吧 只给一个关键词的机会啊 那你就 说很多个关键词吧 西西 我只能说 你是一个特别有爱的孩子 而且我希望这份爱伴随着你的成长 一直在你心里 不要丢掉 而且呢 我觉得你将来 一定会有一个 像怒放的花朵一样的未来 谢谢文静老师的评价 谢谢 包 包爷 包爷最帅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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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一轩 自然之子 热爱到什么程度 他会救助昆虫 他看到昆虫不行了 他去抓蚊子 抓苍蝇 给它们吃 开场就把我给吓了一跳 他就叫 啊 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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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打动了我 或者改变了我脑子里扎根的观念 因为我之前是比较怕虫子 就自从他 听了他那个演讲之后 我就不是很害怕 我还分成主动的帮他一起找 他对小动物那种爱 对于大自然的那种爱 是无比的专注的 专注就是力量 我这条红吃了我 我逮着十二只汤 就逃走了 虫子 虫子 当你发现一只千足虫 卡在鹿缝里挣扎 你是大声尖叫 还是蹲下来 津津有味地看个究竟 我呢 肯定是后者了 你看他 有一千挑推也不管用啊 我一直非常喜欢虫子 当我发现这本虫子旁时 就又找到了那种 与昆虫为伴的感觉 因为他描述了 小虫子们 一个又一个 有趣的故事 比如 作者写道 他从蜘蛛网上 救起了一只拉布甲 这种昆虫 我也见到过 他居然是国家二级宝和动物 不过 我估计作者没有像我一样 把拉布甲放到手上 不然他应该会写 拉布甲真的很臭很臭 这种头子 还不吃接来之食 是养不活的 所以 我和作者一样 把他放生了 在作者眼中 一个小小的金柜子 竟成了第一室 而蜗牛 就是他第一个乘客 连孤胆小蚁 都能制作剧毒大蜈蚣 昔日 强健的牵牛 面对几根蛛丝 就束手无策 小小的春巷 却走了绿衣刀客 螳螂 在这个每天都发生着奇迹的世界里 一个水蛙 就是一片海洋 一块石头 就是一座岛屿 一厘米 就值得他们拼尽全力的争抢 他们从容认真 他们生生不息 看着这些可爱的小生灵们 我就什么烦恼都忘了 谢谢大家 有点紧张 大家都有点紧张 我用一幅风景画来描述 他们七个在画中的 所扮演的角色 这幅画里呢 还有一片绿地 我觉得这片绿地 就是包一胸 像长在地上 你看他的专注力 你看他所有的兴趣点 他的眼睛一般不会往 别的地方看 他就是最爱统地 谢董 你一看来看看这个 王先生他对我的感觉就是 永远都活在大自然里 特别喜欢他的那些 小虫子啊什么的 刚刚在那里 实拍了一个消风 那个毛虫 他似乎特别像法布尔 真的 然后他身上 他想探索自然的那种感觉 让我非常的敬佩 然后有时候呢 我们开展一些活动 他甚至都会忘掉 就是一心的去观察 菁姐 包子 我们组里都叫 包一侠叫包子 包子侠呢 特别喜欢虫子 我今天第一个问题 想这样考你 你现在就开始用一个 阿字描述你 进到一个虫子的时候的感觉 我数三二一开始 是我见到虫子 你见到虫子 三二一 阿 你想看一下我的吗 阿 你先解释一下你那个阿 我那个阿表示兴奋 我那个还用解释吗 不用害怕 所以我想问你 那么害吓人的东西 你怎么会独独喜欢虫子呢 其实这还是有原因的 我小时候啊 特别喜欢出去玩 因为大中午太热了 感觉太无聊了 于是呢 就会蹲下来看蚂蚁 在草丛中捉蚂蚱 有时候啊 看着一团黑漆漆的蚂蚁 围着一块帮堂 它们触脚碰着触脚 脚尖跟着脚尖 好像要把它抬起来一样 我似乎都能听到 它们哼哧哼哧的叫声 我觉得那太有趣了 还有的时候 看到一只枝料 在枝头鸣叫 枝料 枝料 我也觉得很好玩 枝料 枝料 包子真的太有表演天赋了 然后呢 从此我就发现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啊 其实还有一个更奇妙的世界 它就是虫子王国 从此我就爱上昆虫 哦 那昆虫有没有互相之间聊天唱歌 比如蚂蚁在一起 扛着一个面包蟹的时候 我唱团结 就是力量 他们没有唱 但是我觉得我的内心 可以感受到 他们其实在这样的唱 如果你现在选一只 你最喜欢的 包一圈 你要成为一只虫子的话 你会选的哪种 这个嘛 小小诸葛亮 独作中军杖 摆下八卦阵 专注飞来将 您猜这啥虫子 还是个会做狮的虫子 快 现场球员 哦 我知道了 你看 小朋友们都特别聪明 所有的大人都没猜出来 那是小朋友猜出来的 蜘蛛 错 我是讲的可以把蜘蛛KO掉的 螳螂 不带这么拐弯的 怎么会想成为螳螂呢 这螳螂简直像个天外来客 它可以隐藏在洁白的兰花中 可以隐藏在枯树中 它可以隐藏在翠绿的枝条上 那可是千变万化 这就跟我一样 我静的时候 可以躲在任何一个图书馆的角落里 然后挤在书店的人群中 待在家里的书房中 一个字也不会说 就跟它一样 一直做着这样稀豆的动作 但是呢 当小虫 小蜥蜴 甚至小蛇经过时 出零点零点 就会变成它的刀下之物 这跟我在运动场上拼命三郎的形象 也比较符合我个人 你知道我现在特别想做什么虫子吗 蛔虫 特别想现在成为你肚子里的灰虫 知道你的灰虫 知道你都懂得哪些东西 我有一个问题特别好奇 昆虫会不会跟其他的动物做朋友 因为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只蚂蚁跟大象做了朋友 蚂蚁就爬 爬 爬 终于爬到了大象耳边 想告诉它 我要跟你成为好朋友 好容易爬到了鼻子上 大象 打了一个喷嚏 蚂蚁喷走了 又过了一年 爬 爬 好容易爬 它们会做朋友吗 等一下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那如果大象比蚂蚁先死掉的话 那蚂蚁埋葬它要耗费多少时间呢 真棒 这是什么 昆虫会跟其他的动物做朋友吗 也许不止是昆虫 但我知道有一种狼猪会和小蛤蟆做朋友 哦 事实上 狼猪应该算是小蛤蟆天敌 对吧 嗯 对啊 可是就有这么一回事 因为小蛤蟆除了狼猪 还有蛇 是它的天敌 于是呢 狼猪保护小蛤蟆 不被蛇吃掉 而小蛤蟆保证狼猪的卵 不被密封清洗 这就是一种合作关系 嗯 其实很多动物都会有这样的合作关系 我发现听了它的这个论述 我还挺喜欢虫子了 现在 以前我一踢到猫猫虫就胖 我听说你去过特别多的博物馆 自然博物馆 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你见识最好的自然博物馆是哪 我最喜欢的自然博物馆是墨尔本自然博物馆 为什么最喜欢它 因为在墨尔本自然博物馆 不仅仅是那些呆版的标本 而更多的是那些活的虫子 而且这些活的虫子放在温室时 你不会感觉到它不是在自然生态的环境下 我感觉这才能让我们真正的去观察到它们 而且在每一个温室旁边都有一个互动大瓶 从这个大瓶中 孩子们可以了解到 它的叫声 它的出产地 甚至连它在家庭中的低鬼都能知道 那怎么能知道 这是他们也许是猜的 也许是他们自己研究出来的 总之我在国内根本就没有看到过这么一个全面的博物馆 那些能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能让一个喜欢昆虫的孩子觉得那里是天堂的东西太少了 所以我希望我们国家的科学家们能花一点精力 让这些完善一下这里面的内在 如果若干年后我们国家还是没有这样一个好的博物馆 我愿意把它做成功 好 我们期待着光丽轩将来能带给我们一个 所有的孩子带来一个美妙的博物馆奇妙夜 你这次在我们这个组里活动的时候 我看到你经常在那找虫子 你会找到虫子以后把它养起来吗 不会 我从来不会养虫子 顶多去观察它们一会儿 然后把它们放生 因为我觉得这是对虫子的灵魂的禁锢 这是对生命的摧残 所以我不会养虫子 那不能每个人都做到特别的喜欢它呀 比如说像女孩子 像我这样的 我就特别怕虫子 怎么办呢 我怎么能把这种恐惧心理打消呢 我觉得大多数人遇到虫子都会展现这三种心态 虫子猜死它 啊 虫子 恶心 我觉得它们这样都是因为不够了解的东西 它是国家一级演员 那就是 你要知道它也是一个生物 它也有它自己的社会 它跟我们人类一样 也有什么爸爸妈妈孩子 你要这样想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只虫 爸爸你把它踩死了 它家庭怎么办 所以说你喜欢它 但不要剥夺它的自由 你不喜欢它 但请不要伤害它 所以大自然最美的故事 就是没有终结的故事 谢谢宝以轩 谢谢 截至目前读书七件课已经有三位向您推荐了他们最喜欢的课外书 您最喜欢谁的推荐 不着急下结论 还有四位上位真牌 读书七件课中 只有一人能够代表团队 积极总决赛 为团队冠军而战 会是下面出场的选手 就是一个讲习罗梦的天才 请不吝点赞 打赏 人仰仰的感觉很想去读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推荐书要的效果 我遇到来中又不失他的那种智慧 以及他的那种思考 我听过蒋新说《红楼梦》 李浩辰达到了二分之一蒋新老师的境界 他那个稿子我听了之后差点哭出 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书是《红楼梦》 其实我家里的《红楼梦》可不止这一本 只不过平常最喜欢的就是这一本了 因为我觉得他的封面最符合我对《红楼梦》的印象 那就是唯美 淡雅 还有带着一点点成郁的快乐 出读的时候 其实我也和众多读者一样 被宝代拆森者之间的感情纠葛 和书中无比华美的诗词所吸引 有时就很是研究了一下 诸如宝采他到底爱不爱宝玉之类的问题 还把很多诗词都给背诵了一遍 不过呢 即使我前半部分读得再多 我也始终都不敢看第七十回以后的文字 然而这之下我还是看了 然后我就看到他们都走得走 散得散死得死 那一段时间真的简直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再一次无奈地发现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走到这样的一个境地 那就是什么都不费拥有 在下好了歌里面说的其实是一样的 漏室空堂 当年护满床 筛草枯羊 藏为歌舞场 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了加衣裳吧 我记得舒本华曾经说过 人生的本质是卑质 就是因为这个卑质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你才更应该去珍惜你活着的时候 你才更应该去享受着人世间的一切喜悦与幸福 你才更应该去抓住你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 你才更应该去珍惜你与所有人之间的缘分 就像宝玉她知道 没有不散的一天 但是她就依旧执着地期盼着相聚 就像小红她明白 没有不散的宴席 但是她却依旧努力地去寻找幸福 我想这或许才是《红楼梦》中最迷人的地方吧 明明知道结局 却依然一念执着 不忘初心 谢谢大家 还是一如既往的文艺与青年的一样 我愿意她看几块来描述她们七个在画中的所扮演的角色 昊晨就像是这幅画面的太阳 因为她的热情和她的不管是智慧还是能量都会散发出 在整个七个孩子当中特别出众的会打射出来 我必须要把每件衣服的两个扣筹给她扣上 我听说她还会弹钢琴 我觉得她是一个财女 李浩晨她每次在我们没有计策的时候 才就会出来出谋线策 就如同志多星无用一样 我觉得我戏名利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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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质和唱歌 我觉得画质要形式要新颖一点 很善良我就说这个孩子 她是默默无闻地做了一个绿叶 但是要知道在节目整个彩排在设计的过程当中 她其实甚至于相当一个导演 这样这样就是一开始我们除了你们两个人 我们有五个人在后面转一排 当当杂物式的感觉 她利用空闲的时间就一直在帮我们图那个最难图的天空 而且她还在空闲的时间帮我们递拉皮什么的 善良是我们觉得读书应该带给孩子除了智慧之外更加重要的一点 昊晨 哈喽 很好 昊晨是我们组里的大女孩 昊晨我特别好奇啊 你那么喜欢红楼梦 可为什么第一次看的时候到七十回你就不往下看了 不敢看了 因为红楼梦它到最后是个大悲剧 然后七十回就是一个转折点 七十回的回幕是这样的 叫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乡云偶填柳续词 这回他讲的就是他们原来有一个诗社 这个诗社叫海棠社 然后中间因为有一些事情 这个诗社就被耽搁掉了 然后林黛玉就写了一首桃花形 他们把这个诗社改成了桃花社 然后大家就开始写诗诗填词 非常非常的开心 是最后的一个辉煌 七十一回开始就开始走下坡路 先是贾母他的丫鬟叫鸳鸯 他撞破了一个丫鬟叫思琪 和他表哥之间的私情 然后呢完了就开始抄检大观园 然后薛宝钗的就搬出了大观园 然后西春就跟他的 就跟宁国府断绝关系 然后接下来就贾迎春 物价中山郎 薛文龙回取何东师 然后就贾宝钗出归成大礼 林黛玉焚搞断吃情 然后就一个接一个的 又死又走又抄家的 所以说特别不忍心 这是一个原因 但是其实静姐你应该也知道 即使有的小说 他最后结尾是悲剧 你也不一定会不敢看 对吧 对呀 曹雪芹他在创作的时候 他很少掺杂自己的个人情感 他们每一个人都写得 那么真实 那么立体 然后感觉每一个人 都像活生润的站在我面前 他们每一个人 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所以说请各位想想 如果有一天你的朋友 就活生润的在你面前 他就没了 他就死了 你忍心吗 我想大家的答案应该都是不忍心 说明你对这里面的人物太爱了 对 我特别特别的爱他们 你觉得他们就是你身边的好朋友 对 尤其我特别感动的是 我能够看到他们里面 每一个人 他们对自己生命的那种 珍惜和爱 是我特别特别感动的 珍惜和热爱 从书中哪些地方 你能够鲜明的 马上感觉到 我想应该是诗词吧 因为大家应该都听过一句话叫诗言志 每一个人的诗词 他的文字最能够表现他的内心 就先说说薛宝钗吧 薛宝钗写过一个诗词 就是我在我刚才提到的第七十回 史湘云偶填柳旭词里面 他们那次诗设给大家的题目是 这次要以柳旭为题 大家来填词 然后薛宝钗抽到的词题是林江仙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柳旭这个东西 柳旭它就是柳树的那个种子 它上面有白色的绒花 然后一吹它就随风飘扬 特别像那种棉絮 所以说大家就叫它柳絮 然后中国古典文化里面 柳絮是一个很特殊的文化符号 很多诗人都拥过它 有带着有点鄙夷的情绪 比如说韩玉的那个晚春里面写的 杨花鱼夹无才思 为解漫天做雪飞 这是特别鲜明的一派 还有一派是特别可惜的 比如苏氏写的水龙吟里面叫 四花海四飞花 也无人稀从叫坠 它就是杨花 它有一个别名叫杨花 它像花但它又不是花 它就这么凋零了 飘飞了 也没有人就可惜它 这种怜惜的感情 它有一种是带着 生命里最深切的悲伤 比如黛玉写这首词 它是这么写的 粉朵百花粥 香残燕子楼 一团团竹对成囚 飘泊亦如人命薄 空前犬说风流 它是这么说的 就是柳絮它飘泊 就特别像我自己的那种生命 飘泊无一 然后它就这么就没了 它自己一个人飞了一次 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任何人去注意到它 那种生命里面的感伤 宝钗不一样 宝钗他在写这首词的时候 他就说柳絮 我想它本是一件轻薄无根的东西 依我的主意 非要把它说好了 那才算好 宝钗这首词是这样的 白玉堂前春节舞 东风卷得均匀 他觉得柳絮飘飞很美 你看它在东风里面那么均匀 这就是它的第一件买 风团蝶震乱纷纷 几层随试水 喜避伪方尘 你看其他的话 他们最后的结局 要么就是埋到土里面 要么就是跟着水就飘走了 柳絮不一样 我是飞在风里的 我是在天上的 我本来就给你们高一个层次 对吧 这就是我的图特之处 然后这是这首词的上片 它的下片是 万缕千丝终不改 任它随去随分 然后柳絮他在东风里面被卷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就聚在一起 有的时候就分开 看来完全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但是薛宝钗就觉得 任他随去随分 他聚还是分 与我有什么相干 我都是我自己 外界不能够改变我自己 最后的一句最惊人 韶华修孝本无根 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 韶华修孝本无根的意思就是说 虽然看起来我轻薄无根 但是你也不要笑我 这就是我得天独厚的地方 为什么呢 当你们都被这个跟牵绊住的时候 我却可以好风凭借力 直接就吹上青云了 这就是我的独特之处 我有自己的那个层次 保持他的自己生命的热爱在这 就是不管我外界的境遇有多惨 我有多可怜 但是我始终要珍惜我的生命 我要活出自己的光彩 就在类似于曹雪秦到最后 虽然很悲惨 但是他还是要写出《红楼梦》这本剧著 然后是黛玉吧 黛玉给你印象深的是哪一首词 黛玉给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他的问局 欲训秋情众墨之 南南覆手扣东离 孤标傲视斜水瘾 一样花胎未抵持 徒露亭霜何寂寞 红归穷并可相思 修言举世无谈者 节语何妨画片时 黛玉他这是在以植花自愈 我觉得黛玉的生命他最大的特点就在于 用蒋勋老师的话说 我的生命可以短 但是那个生命一定要是要发光发亮的 黛玉他不在乎我的身体是否健康 我是否得病了 他只在乎我的精神是不是得到了最大的享受 我只做我想做的事情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做我自己 他跳出了人物 他可以讲红楼膜给他的最终的人生启示 我觉得这很厉害 那在这当中 你看你喜欢的这些是其中所渲染的那种感情色彩 尤其是黛玉 会有一些忧郁的 会有一些灰色的 哀伤的 那些情绪在里边 怎么能够从悲伤之中走出来 把它看待成一个喜剧 其实我是这么认为的 一件事物它总有两面性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而同时你看到它的反面 能够帮助你更好地认识它的正面 打个比方 你只要明白了什么叫死亡 你才能够明白 我活着的时候我应该干什么 我应该珍惜什么 我对待死亡这个话题是这样的 我一开始特别特别逃避它 小学的时候我根本不想提到这个字 提到这个字整个人都不好了 特别害怕 然后六年级毕业的那个暑假 因为学校里没有作业 所以说闲着特别无聊 然后就开始翻我们家的书 有一本书叫 写给孩子的哲学启蒙书 它第一讲究在讲生和死 死亡它代表着什么呢 它其实代表着一切的终结 你的所有幸福 你的所有痛苦 你的朋友 你的亲人 你的快乐 你的悲伤 在你死亡的那一瞬间全没了 这就是死亡它最大的悲剧 因为我始终觉得 一个人他悲伤不可怕 他快乐也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什么 是他无事可干 那种绝望 那种狗木死灰 生无可恋 死亡的就是让你被迫 面对这个现实 然后那段时间特别厌世 特别抑郁 因为我想 我有一天会死 我的父母有一天会死 我的孩子有一天会死 这世界上的所有人 他们都会死 甚至有一天时间都停止了 你都不知道他在干嘛 那现在呢 现在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蒋轩老师他说 我不认为《红楼梦》 是一部让你领悟空泛的小说 一下就打进我内心了 我就在想那他到底让我干什么 我就发现了 他其实就是最后的那句话 死亡 他不是让你去害怕 不是让你去悲伤 不是让你去厌世的 他只像一个警钟 他让你更加明白活着的意义 这就是我在看《红楼梦》 所体会到的 了解悲观是为了让你 更好的走向乐观 对吧 你经历了 唯有走近悲伤 才能走出悲伤 对 你认为你看到《红楼梦》之后 对于你平常 因为我知道你也在写小说 对 对你平常写作有影响吗 影响当然是有的啦 因为我特别佩服曹雪芹 所以说我写小说的时候 也很有意思在模仿 虽然说跟曹雪芹 比起来差远了 我们期待着将来 会有一部蓝楼梦 黄楼梦 或者是绿楼梦 出现在我们眼前 好 我们再次掌声祝贺 祝贺 谢谢大家 谢谢 中文字幕 李宗监 我宝贺 这个绿楼梦 赵 猪板这么一答呀 不能不夸她 督书雪艺照顾人 那是very good的 言喻小 她讲的相声复原 从她相声复原当中 能够体现出 她希望自己能够 好好的联系快板 把快板作为一种民族精神 伸到一世界之间 让五星红旗漂亮的世界的最景点 观众朋友们快坐好 听咱们相声大师表一表 相声的始祖叫朱绍文 发扬光大有猴宝林 单口最棒是刘宝瑞 熟悉的还得加上常宝坤 马山里的表演不会忘 代代相传得靠我们 好帅啊 大家好 这是我给大家推荐的相声溯源中 最有意思的一些东西 这本书啊您可能不太熟悉 但是这本书的作者您一定知道 他就是我们的相声大师 侯宝林先生 俗话说啊 相声是门开玩笑的艺术 可研究起相声来 那可不是开玩笑 相声可是有几千年的历史 我之所以推荐这本书 是因为想让大家了解相声 了解这种中国式的幽默 本书从相声的研究谈起 测证于相声可塑之源的探讨 更有不少令人捧腹的段子 比如说传统段子改行中这样写道 皇上死了 怎么说 哎 您得说驾崩了 那 那啥是驾崩啊 驾崩 大概就是驾出去把他给崩了吧 有人说相声的鼻鼠是穷不怕 有人说相声起源于口气 有人说相声能追溯到先情 对于相声的种种探究 根本停不下来 相声他逗您乐 相声他逗您玩 相声他到底怎么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老大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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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了一个风景画来描述他们七个在画中的所扮演的角色 这幅画里呢有一座大山 这个山让这幅画整个变得特别的厚重 就是我们的演艺小子 我们的老大 就相当于我们的精神砥柱 我们就是一个组合的话 他就是一个导演 就拿着那种像那个谢导演拿着一张纸切稿杆了 然后就在那里指点就是 老大天天帮我们 所以莫名其妙的感觉有点细微长 B-Box这种西洋的打节奏方式和中国的快本有本质上的区别 啊 这是两回事 但是他真的做到了 而且做得非常的完美 这个端是几个意思呀 这个端嘛 现在是流行的一种成龙端 一种网络用语嘛 我就觉得加上这个东西 特别能称出我的活力 其实相声里边的韵味太多了 对 相声的历史太丰富了 是 你看到这本相声溯源 溯到远了没 第一个方面他说的是相声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先情 但是这本书中说先情相声不叫相声 叫什么你知道吗 叫做口记 口记 第二个方面呢 他这本书首先说相声的祖师是朱绍文 也就是我刚才说的 穷不怕 但是他又说朱绍文的老师是张三路 那么张三路是相声街的祖师 还是朱绍文是相声街的祖师呢 对啊 那你认为是谁 到底是师傅还是徒弟 这个话嘛 我还是得认为是师傅的 因为相声呢 他讲究的是说 学 斗 唱 师傅教给那个穷不怕 是教的他的说和学 那么斗和唱是穷不怕发扬光大的 我们知道说和学是相声的基本功 人不能忘本 就比如说静姐 你说我的老师 然后您教我一大大串基本功 大串知识 然后我以后比您出名了 站在什么春晚的舞台上 不是什么新闻主播了 然后我就说 啊 静姐 那算什么 我比他厉害多了 您会生气吗 我心情比较复杂 那当然了 所以说的话 我还是觉得师傅是我们相声街的鼻祖 嗯 这是你从这本书当中得出的考究 对 诶 这本书其实我也翻了翻 但我觉得它比较枯燥 这本书呢 是我们相声爱好者的一本必读书目 嗯 这本书中有许多古典的段子 特别有意思 诶 你能给我们来一段吗 当然 但也是要您的配合 哦 我有台词吗 有台词 你就在旁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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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个合格的捧人就行了 哦 这个我熟 都好 说这一天啊 身手不见五指 可包大人家里啊 可是非常热闹 人声鼎沸 灯火通名 嗯 这是干嘛呢 嗯 原来大家正在那抓刺 哦 开工子 包大人的处卫展昭 以及公孙先生有这么一段对话 我给您学说啊 好 您得先说 公孙先生 公孙先生 展护卫 刺客抓到了吗 有我展昭在 刺客哪里跑 给我带上来 写慢 展护卫写慢 您哪是中了那刺客的调虎离山之计 你一走 那刺客立马就进了包大人的房间 包大人他还好吗 咱包大人是谁啊 没事没事 正在那看乡上搜缘 好精彩 太多了 我现在觉得老大比包子精彩了 您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说那刺客一进屋 咱包大人马上就脱了衣服 那刺客是东瞧西看 愣是没见着包大人 您可能会说 那刺客整一高度近视眼 可是不然 那刺客眼睛好着那贼亮 只因为包大人黑 他往那一坐 整个一抄了好奥利奥啊 吓了我一跳 对 我们说相声传统讲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延展一下其实有八门功课 还有吹打拉弹 对 所以你这个快板呢 也算是相声里面的一门功课 说到这个打快板 你怎么会学打快板呢 好玩吗 好学吗 这个手指 这个手指您不妨来摸一摸 是不是 有一层 对 我觉得我看你打 我有了一点感觉 我可以试着打一下 试着学一下 打错这个地方 九手 第一手 第一侠 确实 哇 好厉害 我打得怎么样 打得真棒 就是当时学相是吗 其实我是一度都是想放弃 然后一度都不想学 太苦了是吗 太苦了 但是有一个人 让我坚持了下来 那个人就是我的师傅 尤老师 当时呢 他是得了重病 但是他依旧悉心地来教我 每天给我打个电话 要找我约客 当时我就十分感动 所以我就坚持了下来 我就想到 他跟我说过 他在演出的时候 啪 这边来个耳光 眼角呢 可能还会有两滴泪珠 但另一半边脸呢 依旧要保持微笑 他还跟我说过 无论一个人在幕后 是受到了多大的委屈 当幕布拉开那一刹那 我想一个演员 得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展现给观众 颜潇 你就是最棒的 尤老师给了你 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对 我们也要祝尤老师早日康复 早日康复 你也会继续跟师傅学下去 当然 我们也祝愿预想 在这个开玩笑的艺术当中 不开玩笑的坚定的 漂亮的精彩的走下去 谢谢 谢谢雨晓 走 不是他一直以来呢 都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 然后的一个实干家 往上往朝了攻略的 然后应该是脚要抵着 就算人温少 但是也可以两边站的 他特别特别乐于 表达自己的意见 很多时候 尤其在参与团队活动的时候 我教你们跑得进去 好 即使大家都反对他 他也会觉得 我是不是为了团队 应该试一下那个点 我们都觉得这好意想前 还有多不行 他说 那不算了吧 他说的是 我先试试 我前期就先被跪着走 如果特别快的话 我就继续 如果不行的话 我就按照你们的说法 踩着过去 他不相信他就说 能20秒用 就是爬过去 结果呢 他12秒就爬过去了 他用一个词来写 那就是神奇 他还有一个让我特欣赏的地方是 他写的小说真的写的特别棒 虽然说他年龄比我小 但他的文笔确实比我熟练多了 相比就像我感觉自己像一个 才刚刚开始写字文的 四年级的小女孩一样 真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 它是由杨宇老师所著的 《魂西归来》 举世皆主我独心 众人皆醉我独心 一段千古名句 反复表达了屈原的清白与清醒 短午时节化屈原 或许屈原的内心是迷茫的 他聊看世间纷纭 心智动民却无能为力 但他却靠着对祖国无力的爱 退去凡尘 永保高杰 当楚国上下朝廷 被群小左右 立于熏心 唯有屈原 永保自己高杰的秉性 当初 而他也将自己的一片热心 永远扎根在这片热土 楚国 何不让人感慨呀 短午时节化屈原 屈原的存在 或许就是一个传奇 屈原起始细高杰 所谓魂熙归来 这正是当今社会对屈原 无形的召唤 在书中 杨宇老师从屈原的经历与理想 向我们展现的屈原的四大人格魅力 浪漫文学始祖 江草美人情义 爱国思想先驱 正道执行精神 读完此书 我们会与屈原促期长谈 我们会连着屈原的份 一同执着下去 世界因我们而不同 谢谢大家 陈诚呢 是小块头 有大胸襟 当我陪着浩天流完眼泪之后 我再次回到我们这七个人的小分队的时候 他充当了一个心理医生的角色 他开始跟浩天聊天谈心 但谁让你知道 今天在我们离开演讲现场的时候 他是最沮丧的一个 我觉得他都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他甚至说到 我觉得我要回家了 结果没想到 他很快地就把这种压力 转化成了一种动力 这种动力是什么呢 分担 然后去用自己的那种 就是他的视角和他的方式 去帮到每一个人 我们看读书少年 不仅仅看他会不会读书 他读得好不好 而且要看他讲得好不好 做得好不好 我觉得更加的重要 先祝贺你一下来 谢谢金金姐 你这么小的年纪 怎么会那么喜欢屈原 首先的话 屈原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向上的 一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当今社会有很多腐外分子 这都是大家所熟知的 而我们这个社会正需要屈原这种人 屈原拥有的就是执着 诚信 并且爱国 而习大大所提出的 24字爱国名言当中就有这样三个词语 只要大家都拥有屈原的那种品质 我们就一定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 世界会因我们而变得美好 我都听呆了 在这样小小的一个年纪 会喜欢屈原 而且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屈原 当然这是你眼中的屈原 那你喜欢的这本书是杨宇 杨宇老师写的 你认为这本书里面杨宇老师是怎么来评价描述或者看待屈原的 杨宇老师在这本书中所提到的屈原 他不仅仅只是拥有良好品质的一个美兰子 他心中更有的是对国家未来的看重 他希望自己的出现能给国家带来一丝生机 而屈原的内心也是相当的迷茫 屈原的迷茫主要是从楚王对他的不信任 因为当时皇宫中有很多的旧贵族 他们倚靠着皇宫中收税来满足自己的一些私心寡欲 让屈原感 而屈原又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 于是屈原对他们进行一些告发 这就惹老了当时的那些衣服群体 他们就群起而公之 而怀王呢也是个不懂得去探究真相的人 他只听群晓的左右 所以说他就把屈原扁 他就把屈原的三女大夫的位置被扁了 哎呀我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悲壮的英雄 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就与生俱来的使命 就是为爱国而付出的 所以说即便是在怀王的冷落之下 他也一心一意的为国家所付出 而我认为这就是杨宇老师这本书中所提到屈原最大的不同了 嗯最大的不同 呃其实你说屈原当他两次被流放 当他站在那个江边 在生命最后时刻犹豫徘徊 那个时候他已经衣衫蓝绿 他甚至 变容憔悴 对 呃这个时候假如说你碰到他 你会怎么劝他 你会拉他一把吗 我并不会拉他一把 虽然说这句话可能听起来冷冰冰的 但是请大家听我娓娓道来 当时的屈原已从三女大夫的位置被扁 于是他就一心一意的投入到后宫黄氏子弟的教育事业当中 但是不幸的是那些黄氏子弟在经受屈原教导之后 非但长大之后 非但没有发扬屈原的那一种爱国执着诚信的精神 反而是用屈原所教给他们的一些大道理 由头划舌来为这个社会中很多高级层面 就相当于怀望蜡烛层面的人 敬寒 然后让他们给自己升官风位 这就让屈原当时十分的失望啊 所以呢 我想问你这个问题 屈原第一次其实被疏远的时候 他选择了去教学 教这些王公贵族 第二次被冷落其实就已经被流放了 但是他仍然选择了等待 也就是说他在经历波折的时候 他选择的方式有很多 比如说我暂时的折服 比如说我在等待 我不放弃信念 可是最后他选择了以死相待 那为什么可以有很多种报国的方式 为什么当时他选择了去死 首先屈原是一个拥有民族大义精神的人 他一心认为自己一个能给国家带来一些改变 但是他的这个想法已经错了 虽然说他的想法是好的 但是在当时那个腐败的社会 小人群体太多 屈原只身一人是无法完成这个重任的 而且屈原他已经为这个民族 为了这个民族的振兴做了够多了 他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说我会给他一个深情的拥抱 以表后人为他的一种鼓励 所以感动他的是屈原的气节 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 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问问你 看《魂兮归来》这本书 你觉得从中汲取到的是什么 现在社会还需要屈原那样的方式 那样的人那样的事吗 首先读了这本《魂兮归来》 其中最大的感受就是一种使命感 我们做人不单单只是为了完成自己 一生下来的一种梦想 更是为了担负起这个社会的责任 即便社会中有很多污点 但是我们仍要以一种莲花出于理而不染的一种心态 去面对这些污点 所以说我认为魂兮归来 带给我最大的感受 而是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 陈诚今天 不仅仅给我们带来了屈原 更给我们带来了浩然的正气 谢谢 谢谢陈诚 读出七件课 已经有六人完成了比赛 在您心中是否决出了高下 孩子们心中 最能代表他们出击总冠军的人 又会是谁 会是还没出场 徐远赵给我留下印象太深了 他太安静了 我只想开始造作一个安静的女生 像晚霞 就是他等待着一切的繁华 一切的绚烂 最终都要归于平静 而最终归隐的那一刻 你留下印象 你看到最美的 就是女生 一开始 徐远赵是一个特别安静的女孩子 但今天下午 她的表现真的让我特别惊讶 徐远赵 他从来上司的角色 就这种调节能力 其实 应该十四年 应该单独有两个人画的 因为这么长 而且需要的色彩 你各同一个东西 它会不同的一个颜色 美术没想到盐 也非常的好 然后画出来的话 色彩非常缤纷 今天我向大家推荐的书 誓言充年老先生的大故宫 明清历史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 就一个字 奇 今天那皇帝佬被瓦拉人抓走了 明天 朱尤孝同志 做的木头小玩意儿 卖了几万两银子 什么 贤丰同学看到羊鬼子来了 自己去跑到承德 看西去了 还有旁边的扇筒 那天他进了训味诏书 这样的事 其他朝代有吗 没有 而且 据我研究 明清两朝 皇帝起拍 后宫女子更起拍 先说明朝的 朱元长指责大脚 马皇后 朱健身指责姑姑回家 指疯了贵妃 你们这是闹哪样的节奏啊 再说清朝的董乐飞 你为什么要秉称 四股红颜多拨命的优良传统 你多活几年 甚至的 不也能多活几年吗 皇儿 你太有福气了 一生嫁一人 生一子 瞬间便身万之上 皇太后 不打怪 升级也这么快 这便是 挺好的 这样的奇言奇事 这是一个大红包 微信微博群发哦 我就说这些 感兴趣 找来大故宫 看看吧 但是他旁边就有一种 很让你安静的感觉 但是今天下午 我觉得不同 对于历史 对于书 谈起来以后 侃侃而谈 甚至谈到很多历史人物 或历史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我根本跟他们 对不了话 所以你会觉得自己 偶尔 啪 一身汗就出来 革命最后 最后把命 好要问啊 你知道宣赵平常 都找谁聊天吗 校长 因为他研究历史 他跟同龄的孩子 没话 聊完了一个校长说 这孩子有意思 有思想 有见地 说你没事 你想聊天 你就来找我 所以他是校长办公室的 常客 静姐都不敢上台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些奇女子面前 我觉得黯然失色 怕让你失望 没有啊 我特别好奇 因为大故宫 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也看过 大故宫是一部全景展现故宫的 展现那段历史的 为什么你偏偏的注意力 会放在了后宫奇女子 为什么 这个可说来话长的呀 我喜欢历史也是有一段渊源的 得追溯到2011年的甄嬛传 哦 甄嬛传 因为我觉得甄嬛传拍的特别精彩 我想知道甄嬛在历史上是谁 然后他住哪个宫的 后来就深深的迷上了故宫 那你要为好多观众朋友讲一讲 到底真实的历史当中的甄嬛 是怎么一个 他的这个甄嬛传 是什么样的 甄嬛他的 他的历史真面貌 其实是乾隆地生母 重庆太后 他之前根本没有什么 晚品晚贵人的缝号 他的儿子乾隆非常孝顺 对对对 他的儿子乾隆 每一天都要去寿康宫 拜访一下太后 这个寿康宫呀 他根本在乾隆朝以前是没有的 这个是专门乾隆建给甄嬛的 然后还给他造了一个 比我高一块的金发塔 全是金的 比你还要高 纯金的 高这么一块 纯金的金发塔 专门放甄嬛书头 掉下来的后发 这我超喜欢后宫的 我跟宣兆特有共同意 那么对于故宫中 的奇女子 你特别印象深刻 甚或于你特别喜欢的 有几位 我们挑前三名吧 前三名第一名 真还这个我已经介绍过了 这是你最喜欢的 对 第二名是明太祖朱宴章的 原配夫人马皇后 这个马皇后可以说是 当之无愧的明朝第一贤后 她有三贤 贤在哪呢 第一贤在于她生活简朴 你看我们在电视剧里看见那些皇后 穿的各个争气都艳 一个比一个漂亮的 但是这个马皇后 她每天只穿粗糊做的衣服 马皇后她这个衣服 比如说我这里破了一个洞 她只是缝上一个补丁 洗洗继续穿 然后她第二贤在于在她宽厚仁慈 比如说有一次 朱元帐说 马皇后啊 你看我手下有这么一些下人 对我管 对我那个伺候不周了 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呢 马皇后觉得很生气 她就说 把他们送到公正寺 也就是之前明代 专门处罚太监宫女的那些地方 朱元帐她就很奇怪说 我自己就能处理得了 你为什么要把他们送到公正寺呢 公正寺呢 然后马皇后就说 因为陛下有的时候 您一生气啊 这些人可能头就掉下来了 把他们送到公正寺 是对他们最公平公正的一个处罚 所以她很宽宏大量 很高容 那第三个呢 还有她第三贤 就是她失明大义 比如说有一次 大名顶的太子师宋莲 她的孙子宋顺 给弄入了那个 胡卫庸案件 但是这个宋莲也要 随着她的孙子 就一块给掉了头了 但是马皇后 听说了这件事之后 朱元帐晚上正好到她那吃饭嘛 马皇后盛上来的菜 没有酒没有肉 朱元帐很奇怪说 诶 为什么没有酒没有肉啊 马皇后就说 我正在为皇子们服心脏 因为他们的老师快要被杀了 朱元帐特别生气 把筷子一摔就走了 但是第二天还是赦免了 宋莲的死罪 那大家说一说 马皇后是不是身名大义的 是咋 是咋 那下一位呢 下一位会带来什么样的故事 下一位是 是恐怖片还是灾难片 下一个我就说董乐飞吧 董乐飞 她是半传奇 半有些悲剧的那种色彩 关于她的身世 有很多说法 有人说她是江南明级董小婉 这个已经被完全否定了 她不可能是董小婉 为什么 因为董小婉 她早在顺之四年就过世了 她不可能嫁给顺之弟 然后还有一种说法是 这个现在基本 请注意是基本不是完全 基本已经确定了 她应该就是 香气王薄命不过的王妃 我刚才说她是四股红颜多薄命 她的确是比较薄命 她22岁就死了 她进宫之后 她虽然很受宠 但是她从不失宠而骄 对那些后妃们都很好 平常给他们一些东西 然后在她生下 那个黄四子和硕龙亲王三天 请注意三天 就被太后召去 说我现在生病了 你现在去服侍一下我 她就什么都没有说就去了 没有半句怨言 这也对她后来的病 埋下了伏笔 后来这个和硕龙亲王 她没满百天 她就死了 然后她就很伤心 疼死的疑病不起 所以你讲的这几个奇女子呢 其实每个人的经历和遭遇都不同 你对皇帝不感兴趣吗 感兴趣啊 那快来讲讲你对皇帝的印象 明朝的皇帝 我用一句话来评价他们 那就是不靠谱 非常不靠谱 我先说家境地吧 我们都有一句谜谣说 家境家境家里一干二净 他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了 实际待在皇帝积攒下来 那私房钱都被他炼蛋炼煤了 败家皇帝 对 导致他儿子独宰后 后来登基之后 想给他老婆买点首饰 都没有钱了 还得去户部借点钱 第二个 第二个是朱友简 也就是崇真 我们都说他是一个亡国皇帝 他肯定很混用 但是我认为他只拥不婚 这个体现在哪里呢 他为了筹集军 想把自己的那些私房钱 全部拿出来 自己只穿着那些 有烂补丁的衣服 我觉得他是一个 历经图治的皇帝 他只是无法挽救 大明王朝当时的危局罢了 下一个呢 朱友简 朱友简 你怎么看朱友简 他那个做木匠活做得特别好 他随便做出来一个小玩具 做工非常精致 太前拿出去卖市场上 能卖好几万两银子 那那个时候国库 肯定特别充裕吧 也不是 那个时候大明王朝 快要亡国了 所以说 皇帝得干正事 对 打家具的事 还是交给木匠 我觉得他还有 好有百家讲坛的饭 挺有范 我是一宗天 好 宣扎今天表现得非常的精彩 他对历史有特别多的研究 今天可能仅仅只露出了 冰山一脚都没有 谢谢宣扎 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 虽然我们七个小伙伴发挥都非常的出色 但是最终只有一个人 只有这一个人可以代表大家进入总决赛 冲击总冠军 大家想好了吗 投票 开始 我把手里的那一票投给雷炎玉祥 他和他师父学快版 然后他师父生病的那个事情 可以从他那个真情的 朴实的话语中感受到 他对师父的一片心意 然后以及师父教导他的苦心 和他学快版的艰难 我刚才把票投给了李浩辰 他的那些细微的小动作 他是把真情感投入到 今天我把票投给了我们队的大姐李浩辰 我觉得他非常有自信 他进入决赛可以更有利一些 我把我的票投给我们老大阎玉祥了 他中途打那个快版 我觉得老大他这一点做的特别棒 让我最佩服 目前为止 阎玉祥比浩辰各获两票 平分秋色 晋级名额会在他们之中产生吗 把我的一票投给了雷希哲 因为我做 我觉得他作为年龄最小的一个小朋友 他今天做出了一个超越 他运用客观的理论 来把我们每一个人都评价了一番 我觉得评价的也特别的到位 所以我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语言方面的天才 我把手中的票呢投给了李浩辰 就是他讲的那个生与死 他的调理非常清晰 让我们很深刻的记住了他 他是我们当中最有潜力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他能代表我们组冲向冠军 盐玉晓将手中宝贵的一票投给了李浩辰 李浩辰获得三票 三十六千 任陈诚 手中的一票至关重要 他是会投给盐玉晓造成平局 继续投票 还是投给其他任何一个人 使得李浩辰胜出 代表他们出征总决赛 今天我把手中的这一票投给了我们组的大姐头李浩辰 他在表现当中一直都在引用《红楼梦》中的古诗词给人的印象很深刻 所以今天我们读书七件课队最终胜出的冠军就是李浩辰 尽管我们组可能其他六个同学也包括我不能进决赛 但是我们仍希望将自己对于一些读书的看法倾注到李浩辰的身上 比赛呢现在已经揭晓了 今天要为你们每一个人鼓掌 因为你们没有亏待自己每一分的努力 我也相信比赛结束之后 观众们不只记得究竟是谁赢得了这场比赛 而是会遗憾地注视着另外六位并没有进入决赛的选手 深深地记住他们 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 比赛那么短 但你们的精彩却那么长 我们的精彩华传统美德